弄 弄 弄 还丢 快点干你个臭宝迪 赶紧的 别丢了呀 我还有二十多层了 打走不完要够工资了 关我什么事啊 我不给你丢了 你怎么工作呀 真的是 不是大热菜了 你们干嘛呢这是啊 不是你哪来的呀 狗拿后子多管先生 让开 不是你是哪个部门的 宝监没关吗 你咋是个扔这 我跟你讲 我要是不给他 知道点垃圾啊 他都要失业了 你懂不懂啊 你起来了 起来 起来就起来了 你还叹理不成啊 知不知道尊重别人的 老子成果 尊重啊 尊重两个字怎么写 我的字典里面没有 不是你这什么素质 还丢是吧 丢就丢什么的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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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 有神经病啊 我有神经病 我告诉你啊 尊重别人老子成果 知道不知道 尊重老娘今天 我就不尊重 我就不尊重 丢老 丢 还丢 你把什么神经啊你 我把神经 我告诉你啊 你这么一 你这么干就与我有关系 知道吧 你这么丢 我叫我表哥出来 把你拆除了你啊 你表哥 你表哥过来很大是吧 我跟你讲 我表哥是一人之上 外人之下的 你知道他谁吗 他是公司的厂长 高厂长 好好好 狗厂长是吧 干什么啊 闭嘴 狗厂长 你马上来五楼办公室一趟 你看看你部门招的什么人 马上过来 呦 你还在那招这么大尾巴狼啊 你属蛤蟆的呀 口气这么大 咋不是 咋不是 表哥你快就把他拆除了 表哥 气死我了 老板 还是 狗厂长 这个是你招进来的 老板 咋的 他是你表妹 对 招几个月了 上个月刚来的 我那个 不是上个月休假不一样吗 我其他国二十年 他在说外 好了 我不想听你这废话啊 他在公司干什么职位 老板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设计部的一个设计总监 别嘴 设计总监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业绩能力 干上总监这个位置 这点我跟你讲 他能力老强了 他国外留学回来的 对海归 海归 而且他们实质名归的海归 那个编誉库的方案 就是我写的 对对对 不是呀 主管 那个编誉库的方案 放手 这个 搭着我的面 干嘛呢 这是 老板 我跟你说啊 就咱们 卖的最好呢 有位编誉库 就是他写的 我做的老板 什么叫你做的 别嘴 狗主管 这个编誉库的方案 对咱们公司意味着什么 你应该心里很清楚啊 对 你说是你表妹做的 他这种做的能做出这种方案了 海归 你给我闭嘴啊 我本来是我做的 到底怎么回事 老板 你看啊 你看他是一个保洁 他能做的这么好的方案吗 你看我表妹 海外留学回来的 绝对正宗 好了 我不想听你们废话了 现在后果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说是你表妹做的 对 你说你做的对吧 我做的呀 好 行 这样都给我来办公室 都回来 放哪 走啊 你怎么找老板办公室 你嘴巴 我闭眼了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心里去管 不然 我碎了你的嘴 打了你的嘴 老板 走 走 这 我给他干嘛呢 老板 狗主管 我告诉你啊 这个方案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对公司很重要啊 如果撒谎的话 我告诉你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要担责任的啊 老板 你给我闭嘴 那你说话的份儿 别坑说啊 老板 你看 我在咱们公司 做了这么多年了 我忠实 勤勤恳恳的 觉得一句假话 没有 一句话话没有 放心 好 行 来 你叫上表妹过来 来 你说是你表妹做的 对吧 要抓的 好 你按照方案的内容 把这个细节 卖点 再给我讲一遍了 你说什么 哎 我说我会 优微冰浴库嘛 冰浴库 冰马凉快的意思 然后包装高端大气 这个包装 表哥 这啥颜色 绿色 哦 卤色 什么色 绿色 绿色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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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向后边去来 咋的呀 过去 你叫说名字 老板 我叫姜婷 姜婷是吧 嗯 现在这个事情 你也看到了啊 如果你还有隐瞒的话 我也帮不了你了 现在如果你按照真实的内容 我讲出来 你把方案的细节 卖点讲出来 我不但生你的值 我还给你奖励十万块钱 谢谢老板 老板 我不看方案 我就可以把它讲解出来的 你大胆的讲 有什么事 我替你搭着 好 行 姜婷 过敏 你干嘛呢 老板 我表面也可以讲 你在我办公室 我再警告你一次 给我放尊重一点 好不好 你靠后 老板 你听我 你狡辩一下吗 狡辩吧 啊 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 我表面 非常棒 非常优秀 还是外国留学回来的 然后这个方案呢 他讲的也非常清楚 你再让他试一下 讲的非常清楚 啊 我拉个保洁过来 都给他讲的好 你信不信 啊 你把门古 那个老李给我拉过来 你看看 是不是比你表妹讲的好 老板 老李是要走 老李都走不动了 一瘸一瘸 他怎么讲 我告诉你啊 这个方案 根本就不是你表妹写的 对不对 我表哥说 我写的 你看啊 老板 是这样的 就是我表妹来了吗 就辛苦 那个保洁 动个笔 写一下 行了啊 我不想听你废话了 现在 事实是 你在我眼皮子底下 刀着我的面 搞这种冒名顶替 对不对 不是 老板 你听我解释一下 你别解释了 他一个臭农村人 你说他能干点什么呀 你说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股主管 咱们书高签 什么网根 人若辉煌 你不要忘了你的本啊 你才干了几千主管呀 还农村人 没有农村人 你吃什么喝什么 没有农村人 你种什么 这是一个领导 在说出来的话吗 啊 我有没有告诉你 这些基层员工 有多么不容易啊 背景离乡几千公里 来到咱们公司 对不对 你不应该把他们当家人一样 对待吗 啊 你苛扣人家的奖金 为了你表妹 对不对 就你有表妹 人家没有父母吗 如果他的父母 看到他现在受到这种情况 在公司 心里做何感想 我问你 如果他是你的孩子 你有何感想 你拿着人家的陷害钱 你吃喝玩了 跟你表妹为虎做超 你想过后果吗 老板 你这么做 没人会支持 你这宝洁能干这么多活吗 是不是 就是啊 我跟你说 他就一个臭楼子人 你看公司这么多人看着呢 谁会支持一个宝洁 可以啊 这是表哥我们两个 行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把这种东西给我招到公司来啊 还有 我告诉你啊 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只有人品 才分三六九等 宝洁怎么了 宝洁就让他玩吗 在那 啊 什么素质 宝洁 还有 刚才你提到 什么支持不支持 我告诉你啊 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公道的 自在人心 他们支持谁 不是你古主管说的算的啊 我告诉你 看你刚才我这么多年的份上啊 我劝你一句话啊 出去以后好好做个人 你好自为之啊 你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滚蛋 你别开除了 哼 你这样对我是吧 我告诉你 长期的员工都在我手里 还有客户的员也在我手里 我走了 看你这个公司怎么干 我搭吧你 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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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